吐吐魔王的陪宅生活 哈囉大家好我是吐吐魔王 今天呢我來開箱蘿莉塔的baby福袋 這福袋呢是我請代購到日本的baby 帶過來的一個新年的福袋 然後這福袋其實我1月底的時候拿到的吧 過一段時間然後我才拍 這個福袋好像那時候我花了7000多買的 就是請代購去日本買 那差不多日幣換成台幣也差不多大概是六七千的價格 baby福袋都會有1到2件 JSK就是洋裝 然後上衣跟一個飾品或是襪子之類的配件吧 然後聽說大概會有5到6個商品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個baby福袋吧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它 因為其實代購跟我說他說就是 baby好像一開始他的官網是寫2件 但是他其實真正來說是1件 所以他後來就有補寄了1件給他 所以他有包我包進去的 那我們就來看這裡面有什麼吧 直接打開 首先打開來拿到的是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飾品吧 飾品類的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OK它是一個花丸 就是它是一個圓形的頭飾 圓形的這個飾品 還蠻大一個的欸 Alice Pirates他們家 就是baby家富牌的這個頭飾 再來第二件是這個 OK它是一個短袖的針織衫啊 短袖的針織衫 它是一個小短袖的針織衫 可能比較適合夏天的時候 當做外搭嗎 有點微妙的感覺 就是 開到現在都是黑色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偏古典跟甜系 然後很少穿就是深色的像哥德系 因為像Alice Pirates他們家出的東西 比較偏哥德風吧 所以這個頭飾是比較偏哥德的 然後這件針織衫也有一點 我不知道怎麼去定位它 我們先放旁邊吧 我我不知道這件是什麼風格 它應該是比較偏 田園風吧 是嗎 來看第二件 第二件是單純的 背心而已 它不是JSK 所以它其實真的 哥德風的 OP 洋裝 Alice Pirates 對啊 我買的是baby的福袋吧 我買的是baby的福袋欸 然後它給了一堆 他們家富牌的 有一點震驚 因為baby不是比較偏甜系的感覺嗎 然後它開出來的感覺都是 哥德風的 這次的福袋的風格整個都是哥德風 然後它塞了一件這個 我不知道它這個是田園風還是哥德風還是什麼風 有一點微妙的藍色的裙子 我覺得 我覺得這整袋的價值 我覺得比較好看的只有這件 這件 背心欸 我覺得我7000塊是丟到水裡面去了嗎 為什麼我買了這個福袋 然後 這個福袋是不是一點都不服啊 還是我太 非洲 我最好看到有其他的人分享說 baby加這次的福袋很爛 嗯 超乎 我的眼界是真的 很不可思議 怎麼可以把baby的福袋塞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很 很厲害你知道 或許穿上去會比較好看 我們穿看看 然後它的針織上的扣子有夠難開的欸 好我打開了 我們來穿看看這件短袖針織衫 好然後它是短的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短的 會不會比較適合我媽媽穿啊 那麼再來試一個我覺得感覺好像還不錯的馬甲背心 我好像太胖了 我穿不下 我成功了 我把外面的皮通脫掉之後 我就可以穿這件 背心了 就是這件背心是要搭 搭 襯衫 搭襯衫跟單純的裙子啦 這樣子啦 最後一件是這個OP 我把OP換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了我穿好了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衣服好像 又有點寬鬆 它很鬆欸 它是 感覺是L號的 就是 它雖然沒有寫尺寸 可是我穿起來是很 很寬鬆的 然後 林口這邊也很鬆 還可以 還可以 我覺得這個OP洋裝是 唯一我可以穿的這個洋裝了 我自己本身是很少穿OP 就是 就是這種 ONE PIECE連身的這種 不用搭襯衫的洋裝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可搭性比較低 然後它 是一件的這樣子 就是直接穿一整套 它應該算是 哥德 然後有一點點甜吧 因為它上面是有小兔子的圖案 跟這個愛麗絲的這個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兔子 對 跟愛麗絲 然後 就是一個比較簡約的感覺的洋裝 我不知道是我太 穿太多 還是我太胖 還是這件衣服本來的設計太小 因為 Alice Pirates 我記得他們家的size都是比較大的 可是不知道什麼 這件馬甲超級無敵緊 我後來放鬆了這個後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要什麼 這個綁帶也沒有用 蠻失望的啦 因為 這個真的 我覺得偏老氣啦 就是它 它的設計感 是有 就是它的那個扣子是亮亮的 我覺得很漂亮 一個這樣子的 這個很普通的 花丸的頭飾 一件我穿不下的這個 馬甲背心 一件我甚至連穿都不想穿的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 該怎麼形容這個風格 就是 很微妙的一個風格 可能有些人喜歡 但是它不適合我 我覺得 我光看就不會想要穿它了 可能我在過10年 20年我會 喜歡這種風格 然後它的那個布料呢 是 這種硬直的 我自己不太喜歡這種布料 好啦 可能放了10年20年我就喜歡 或者是有人願意 好不好 接受它 我沒有穿過全新 逢福袋開到 如果有興趣的子民 可以 到我粉絲團留言給我 或是在影片底下留言給我 告訴我 你想要收這一件 好不好 這一件 我就便宜賣你們了 影片看到的人 如果想要的人 就賣給你們 好不好 它沒有人買 我就放10年放20年 等我年紀 稍長一點 成熟一點 可能就會覺得OK 拿著穿它 好空虛的一集喔 就是 奉勸各位子民 如果你們 跟我一樣是 臉很黑 然後手氣很差 或者是 BABY根本就是一個 黑心無良公司 反正我就這樣講啦 你就是賣這麼爛的福袋給我們 就是 無所謂 就這樣吧 反正願賭福書 你願意花那個錢去賭那個福袋 說不定有人看到很好的耶 不一定啊 歡迎你們 分享你們 開到的 最好 或最爛的福袋 告訴我 底下留言告訴我 分享一下 或什麼樣的都可以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你們追隨 訂閱我按下 三十個贊 願望的小朋友 加入我 小朋友 讓我們一起戰俘世界囉 掰掰